2022年2月,周师傅与杭州兴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签了租赁合同,租期半年,月租金2300元,押金6000元。 到期后,双方又续约了半年,到今年2月20号截止,合同到期后,车子直接被车主单位杭州小车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拖走了。 小车东方面向记者确认,车子收回时没有车损。 周师傅找杭州新顺退押金,公司的李总表示,虽然车主单位已经验了车,但他这边还要再验一次。 李总介绍,这辆车是小车东租给了发源地,发源地又租给了他。 现在他和发源地有纠纷,所以需要再走一次验车流程,固定好证据,以便后续走法律程序。 之前采访时,李总当面承诺,完成验车手续后,扣除2300元租金,其余3700元全部归还周师傅。 我们完成一个验车手续,然后去到他的租金2300元租金剩余3700元,我们在没有车损的情况下,我们全部退房给司机,不多说是有司机的一分钱。 我给他们约了一个时间,6月2号,中午,然后到拱树区。 然后去验的车,车子验好了,照片也拍了,然后人家公司也给他开了个证明,车子无损伤,是不是要归还我这个押金。 周师傅提供了车主单位开具的无损伤证明,目前这份证明的元件已经由杭州新顺汽车的工作人员拿走。 但周师傅说,十多天过去了,还是没等来退款。 我联系他,他说再过两天,然后再过两天,我又联系他,他又说再过两天,然后现在联系他,他不接电话了。 周师傅带记者来到了杭州新顺的办公地,大门紧闭,空无一人。 周师傅说,民警到达现场后,轮流拨打离总的电话,始终无人回应,在排出所用固定电话打,也没人接。 周师傅翻出通话记录,13号下午,他给李总口中的王总打了许多个电话,一个都没打通。 记者用自己的手机分别拨打李总和王总的电话,都无人接听。 记者致电了车主单位,杭州小车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赖经理,想问问对方和杭州新顺还有没有联络。 赖经理说,周师傅之前租的这辆车已经被公司收回,投入到新的运营使用中。 记者通过周师傅的微信给李总留言说明了情况,并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。 发稿前没有收到回复。 周师傅说,如果一直找不到李总,他将会走法律途径维权。 1818黄金也记者报道。